列治民東區一個建築廢料回收場土地 從農業保留地名單移除 得以擴展業務 吳慧基報導 在卑斯省府批准 將列治民EcoWaste回收場土地 從農業保留地名單移除後 該回收場可營運至2055年 從而避免在今年關閉 但該公司已可在2028年底前 建立一個新的現代化設施 可以回收65%的建築廢料 該場地自1980年代以來 一直被用作工業廢料堆填區 並沒有土壤農業的歷史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導